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許普諾斯的輪迴關卡喔 前面幾關就先跳過吧 第二關就開始隨機了耶 弱化微塵或者是拼圖盾或突擊六康都還好啦 不過遇到拼圖盾可能比較麻煩 他這拼圖盾沒有限制 所以都還可以 這輪迴超多隨機的耶 第三關兩個不一樣的 第一個是神外防禦 第二個是沒有種族限制 所以其實他也是有 有點在做有給神主的 第四關手銷三種的盾牌喔 水火木 他是隨機一個 那木的話 手銷全部就是木珠騎手 攻擊都是23萬耶 不過CD都是蠻佛的啦 不過從第四關開始 就是敵方就3億的血量了耶 有點扯 所以這個輪迴大概就是一起跳 第五關 睡眠珠 七億 有點扯 第六關 那有兩個小怪 第一個是六康手銷 水換光火換暗 又是這種盾牌 換來換去的 所以就是版面上面大概光暗 光暗水火會混淆 然後木跟星會混淆 所以 有點麻煩 但他的血量不多 主要是六康這個 可能要帶一個固定炸板轉版的 會是比較好去解決 他這是隨機啊 所以一樣是二選一 但是換變的珠子會有點不一樣 但一樣都很難很難纏 第七關是樹枝盾 這就還好 照樹枝盾的盾就是好了 第八關一樣是隨機 三選一 抽籤 看你會用到哪一個 有其中兩個抽到先攻 一個先攻還比較痛 呵呵呵呵 這就是 抽看今天運勢是怎樣的嗎 唉唷 今天抽到一個 三萬先攻 好衰 今天抽到一萬六先攻 欸好像運氣好一點這樣 然後這邊無論抽到什麼 都 是 有一個手銷的限制啊 然後這個不能手銷火 這不能手銷木 這不能手銷光 這樣子喔 不過為什麼 他們不做公平一點啊 大家的先攻都長一樣不就好了 真是不懂 好 第九關 先攻 哇先攻到爆欸 連續的先攻 若轉珠無效手銷水不行 好 他這邊最麻煩是會 換變轉水 這是什麼 三重換變 喔 就是你不能經過那個 換變空間啊 好 所以 要注意這個 指定的珠子 然後又隨機遇到其中一個 第二個選項是 中史盾 不能手銷暗珠 OK 二選一 所以一樣是一個 有先攻一個沒先攻 呵呵呵 這在抽籤嗎 這個輪迴 第十關這裡 兩條血條 第一條血條是 攻後 木風化 一萬五 強化盾 加上 弱血50% 強化盾 注意一下 應該就好 一波帶走沒問題 4E的血量 第二條血條 也蠻常見的 石化珠 扣血100% 所以這應該不是問題 到第十一關 這兩個小關 就比較棘手了 火焰地形 七康 然後並且 還有 擬藏鬼機 所以其實這兩個 小怪的盾牌 單 看一隻其實不難 架在一起 就有點難 好 來到第十二關 這邊三隻小怪 主要是中間的 手插盾 那殺掉之後 旁邊兩邊 會變成 呃 防禦力 會提升五十倍 不過他防禦力是 七萬三 五十倍 也還好 呃 大概是 四 四十幾萬那邊的 防禦力 所以其實是不高 即使他的防禦力 提升五十倍 所以這邊的話 也就分兩波帶走 應該是 還行 好 來到第十三 第十三關也是 隨機 太隨機了吧 這關卡 弱化鎖定 回復力歸零 然後 化血圍成 噢 一樣都是鎖定整版的 就看你超哪一個 但 有一個是CD3 有一個是CD3 也是這樣 兩個都是 欸 有一個是回復力歸零 另外一個是新禁銷 所以抽到 新禁銷這個感覺會麻煩一點 因為你 抽到新禁銷代表說 你一定要帶一個 轉整版的 或者是開龍科 可是如果說你這個銷 銷整版鎖定的話 其實 不一定要 炸版 慢慢銷也是可以過 所以 就看你抽到哪一個 第十四關 一樣是三選一 看你今天運勢 不過三個感覺 都差不多 盾牌 差蠻多 一個是六康 水鼠防禦 另外一個是 手消木傷害吸收 第三個是 手消光傷害吸收 然後電擊 感覺這個電擊盾 這個是最麻煩的 其他都 比較好解 不過一樣三個都 比較難 好 來到第十五關了 水印記 這個之前出過了 就是要去消那個水珠 然後他不能手消水 所以換句話說 你要用疊珠去消這個印記的水珠 三義五的一個血量 不過攻擊力也不高 所以慢慢磨就好了 主要是第二條血條 有十六康以上的 工錢盾 有點慘 哇 這個combo數 也是挑戰這關卡 蠻重要的一個要素 所以你 正常隊伍 沒有特別加康的 可能就要帶一些 能夠 實際消耗十六康以上的 角色卡 並且手工圍城風化 所以感覺這一個 整個輪回 炸整版 或者是 還原版面的 相關技能 蠻重要的 所以這個 第二條血條 主要考你 這個高康跟解鈍能力 好 第十六關 隨機三選一 不能手消水 火木 這樣子 這個是還好 敵方攻擊力都不高 你只要注意一下 應該是還好 這邊給你洗技能 第十七關 這邊有兩個 隨機的 一個是 攻後 火輪轉 越戰越強 無法控制 越戰越強 也可以洗技能 一波帶走就好 不過另外一個的話 又有一個先攻 突擊 然後追擊三顆 電擊 攻後引爆 發的攻擊會引爆電擊珠 所以這每回合都要把電擊珠消掉 我覺得遇到索爾是比較麻煩的 火北歐是比較簡單一點吧 第十八關又在抽籤了 太抽籤了吧 這個 輪迴 然後 一個是 手消霸康 另外一個是 中死盾 再來第三個是 超級禁錮 所以這關卡 有可能會遇到 需要解鎖的情況 三選一 如果你不帶解鎖的話 就是要賭那個機率 但我覺得系統應該會偵測你的 主隊 沒有帶解鎖的就下去 好就會遇到洛基 第十九關這邊是 隨機二選一 瑪雅這個是暗攻靈化 加上隱藏微塵並且無屬蟲康 哇這個感覺是最麻煩的 感覺遇到狗頭會好一點 狗頭是無屬強化盾 然後越扣越強 這個就是很常見 這個盾牌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二選一 抽到瑪雅就是你今天比較衰一點 第十層這邊就可以遇到了 這一次的卡片 而且會掉卡 好那這裡的話它的 有兩條血條 第一條血條是 敵轉按克鼠盾 手消按零化 催眠神外 隱藏鬼機 什麼鬼東西 神主以外 陷入休眠狀態 無法使用技能機 攻擊力變0 好 不知道這個催眠狀態 是有沒有辦法 靠附加效果消除的 這個可能要實測看看 但總而言之呢 這個做球給神族的 所以還是 能夠帶神的會比較好去解決 再來是克屬盾 所以如果說你以純暗來講的話 你可能就 真的要帶一個追打其他屬性的 至少要追打光的角色卡 才有辦法解 因為前面有一個暗攻盾 像這邊也有暗攻靈化 所以這個其實蠻針對暗隊去做一個 呃...G8盾的克制 好第二條血條是 暗神族拼圖盾 這個之前出過 不過加上忠實盾就比較機車一點了 所以最好帶個牌珠 或者是直接無視拼圖盾的角色卡 會比較能夠解 然後這邊已經來到10億的敵方血量了 好來到第21關 那如果說你只想刷一張的話 打到20層就可以了 那後面打到40層還會掉第二張 21關這裡 會隨機 呃...3到5combo 然後25%盾 然後中間霧化 霧化霧化是擋住你的轉珠而已 所以這其實 是靠你的轉珠 因為它這邊是強制4秒轉珠 那一轉錯的話可能就比較麻煩一點 好那第二...呃... 這是隨機一個的啊 第二個是 中死盾25% 然後鬼姬隱藏 感覺這比較簡單一點啊 對...所以也是一樣抽籤的喔 看你今天運勢 第22關 七康首消燃燒鬼姬 這個蠻常見的 第23... 三選一 插行燃燒 三回的減攻 越戰越強 這個感覺比較好 這可以讓你起技能 然後...呃...第三個也是越戰越強 然後鎖定住 所以其實... 抽到... 武則天跟... 魅喜 是兩個 是運氣比較好 抽到這個運氣比較差一點 好那二十四關也是三選一 那第一個是火... 心動結弓錢 然後另外一個是隱身 第三個是強化... 手超木 所以其實看你的運氣 但其實你被隱身打到也沒差 它... 它攻擊力不高 加上... 它被打到的時候... 它才... 它才只會鎖定六顆福石 所以其實這個技能... 是不難的 所以這工錢... 無論是遇到工錢... 隱身什麼... 你都可以被它打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一關... 不用帶特殊的解盾卡 第25關這裡是不倒意志 然後攻擊防禦90%是什麼東西啊 攻擊防禦... 敵人所受傷害減至10% 完全沒理由耶 這個盾牌最白癡了 之前也出過 直接... 攻擊防禦90% 那你直接出個10億的敵方血量不就好了嗎 完全不懂這什麼意思 不倒意志 所以... 如果說復活的話 它的攻擊力會... 變5倍 所以在這邊你要... 打兩次10億的輸出 才能帶走它 大概是這樣 3萬的敵方血量 不過它... 沒有復活前是可以... 慢慢的打啦 是還好 第26關... 兩個二選一 第一個火屬防禦啊 所以... 這一個... 是... 第二個屬性克之盾 另外一個是... 針對暗的 所以這個關卡... 其實有針對火跟針對暗的都有啊 就... 分別針對現在兩個主流... 比較輕鬆通關的隊伍 一個殷奇都... 另外一個天園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 好... 第二隻小... 怪... 第二隻的... 敵人是遇到... 停盾符石 這個... 也還好啊 他們的攻擊力... 都... 還行 對... 這邊其實沒有可能 好... 第27關... 三選一 第一個是... 水屬防禦 喔... 這就是第三個屬性針對盾了 八康的追擊 加上中石盾 所以遇到這個的話... 水隊就會... 遇到麻煩 所以如果你純水... 沒有帶追打他屬的... 技能的話... 就是賭 你不要遇到這一隻 好... 然後再來是上下電擊 然後另外一個是... 完全回復七康手消盾 感覺遇到兩個... 比較友善一點 沒什麼技能 這技能都蠻常見的 好... 第28關 這邊又是... 隨機一隻啊 手消暗傷害吸收 黑白服使按起手 終死 八康以上 手消暗零化 延續反擊 100 感覺... 這是比較好解決的 呂布是... 比較好解決的 那這個貂蟬的話... 麻煩一點 但其他CD3也是滿佛的 所以這邊應該... 不太難 好... 29關 有三個... 三選一 好... 一樣是... 太隨機了這關卡 哇...這打起來一定很累 好... 這裡的話... 水鎖定... 命璇一線跟無數盾 都是滿常見的技能啊 我自己最不想要抽到... 可能是無數盾吧 因為如果轉珠無效加無數盾 感覺有點麻煩 其他的都好 感覺都可以... 對魔 好... 第30關 第30關 這裡... 兩條協調 第一個叫做手印符石 無數同等盾 手印符石就是... 他會有一個手印擺在你的轉珠版面上 你不能碰到他 大概就是進階版的風化符石吧 不能撞他就對了 你撞到那個手印的地方 就沒有辦法攻擊 所以不要撞那個手印 然後... 加上這個無數同等盾 應該會... 反擊車的 所以如果說你的... 隊伍... 能夠的話... 實體想要最好是撐到43000以上 這個關卡會比較有... 有空間去失誤啊 第二條血條是... 首回合新引爆 然後去... 引爆的新珠越多 減傷就越多 所以其實這個要帶個... 綠珠的龍科 至少把新珠給綠掉 在這邊開 對... 要不然如果說你... 新珠引爆20顆 他就完全... 打不到他了 但應該不會... 你版面上面不會... 這麼簡單 新珠就會20顆吧 所以這邊其實還... 行啦 正常隊伍的話... 靠暴力也可以直接輾過去 好... 第31關一樣是... 一樣是隨機 三選一 太... 太多隨機了 骷髏盾 這些都蠻常見的吧 最麻煩應該是史康的吧 隱藏解 他還帶一個... 轉... 打死他之後 會整版變問號珠 這輪回真的是矛起來... 出難關耶 雖然都是蠻常見的技能 但是打起來就是有點累 把全部都塞在同一個關卡上面 32 又是隨機 一個是克屬拼圖 另外一個是燃燒微塵 燃燒微塵應該會麻煩一點 不過克屬拼圖這邊... 要注意是他會反擊 所以如果說你... 沒有... 卡珠 沒有辦法... 在拼圖裡面消到... 克屬拼圖的話 他會反擊... 50%喔 所以... 呃... 50%大概就... 是4萬左右的傷害 其實還好 4萬的話 一般隊伍應該都可以打 擋住 所以其實... 這個... 拼圖盾好像也比較好解一點 33關就是隨機 附加效果消除 技能封鎖一回 弓前盾 出怒 哇... 這個就... 如果遇到這個的話 你一定要帶一個解弓前盾 不然就是... 擋死的角色卡 不然就沒辦法解了 所以這個... 都會考蠻多東西的 好... 另外一個... 剩下的兩個就比較簡單一點 一個是暗屬防禦97康 另外一個是落轉珠還原 所以最麻煩是應該是遇到這個木的 第34關 這邊是單擊兩億盾 這個蠻常見的 然後不能守銷木 另外一個會遇到的是... 那個... 伊貝斯 突擊10% 8重碎裂9康的追擊盾 哇... 碎裂加9康是... 比較麻煩 可是如果剛剛你可以撿那16康的盾牌的話 其實9康也還好 所以這個... 輪迴... 可以的話 就多帶一個... 轉... 高康的... 主動技能 會比較好過 35有兩條鞋條 第一條鞋條是首削全心 回復顛倒 又出這種盾牌 太...太狗了吧 又是你... 又是你... 哈... 真的是... 上心病狂欸 這個輪迴 正常隊伍... 如果你回復力高一點的 可能就要帶... 可能就要帶... 水屋了 難怪我知道為什麼... 納奇的回復力做這麼低了 就是會有這個嗎 呵呵呵... 所以反而現在 隊伍的回復力低 就成為一個優勢了嗎 好... 呵呵... 所以這邊是... 他的防禦力890萬是怎麼回事啊 所以這邊是... 要注意喔 又又有這種盾牌喔 17億 哇...這輪迴 然後第二條鞋條是... 神外防禦力95% 附加效果消除 然後越戰越強 換句話是說 你... 不是神的話你要打... 大概...這個要成20倍欸 要打大概... 300億的爆發 其實這也還好啦 現在一線隊伍應該都可以... 都可以打到 所以... 所以最麻煩應該是他的... 第一條鞋條 好...第36關 弓錢盾 弓錢盾真的是好長出啊 如果被打到的話... 其實也沒什麼差 所以... 這個... 弓錢盾是沒什麼危險的 弓錢盾打到的話 他只會封鎖... 成員的主動技能機 攻擊一回合而已 這還好 三選一 第二個突擊 火點燃 然後第三個是... 手消光追擊 反正不能手消光追擊 這邊是... 技能封鎖無鼠盾 然後另外一個是... 手消死... 消心盾武 蛤 我覺得... 都好麻煩 因為哪個都覺得... 很頭痛 他有出新珠盾欸 OK 然後第38 終於快到到底了 38這邊 CDE 龍脈重置 10顆轉... 敵鼠其他鼠... 轉4顆... 疊消敵鼠盾 20% 氣功轉鼠無法控制 無4-3 什麼叫... 疊消敵鼠盾啊 這是什麼東西啊 與消除與敵人相同的屬性 敵人... 扣除自身生生命力20% 轉換自身屬性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沒看過這東西 換句話說 我... 不能... 不能... 手批消除與敵方相同的屬性 噢... 他可能會一直轉鼠啦 是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我就不能消跟他相同屬性的... 珠珠這樣 應該是這樣 我理解是這樣啦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第二條血條是 黏斧鬼姬... 忠實盾弱轉鼠 蠻常出的 不過這邊敵方已經到10億的... 破10億的一個血線了 第39 王關前一關 三個選一個 第一個是拼圖盾 敵鼠強化拼圖盾這樣 第二個是一排趴減傷越攻越弱 所以他一直被他打 所以這邊實體血量就是要超過4萬啊 無私減傷 這...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 今年的標準就是 實體血量就是要超過4萬 不然會很難通關 這邊就驗證了這件事情 好 那第三個的話 暗鼠防禦盾 首消... 水火... 目光... 星... 除了暗之外的同等盾 應該是這樣講 好 一樣是11億的血量 所以這邊... 這輪迴其實我覺得針對暗鼠 比較多一點 這個輪迴有針對三個屬性 第一個暗鼠 第二個是火 第三個是水 所以那如果帶這三個屬性的 可能要注意 最好帶個追打 其他屬性的角色 好 王關兩條血條 第一條血條是神功盾 哇...直接神功盾耶 沒有神...就沒有...攻擊 嘿嘿 公主盾來了 9億的傷害 9億的血量 16顆追擊隱藏 首消暗吸收 哇...追擊隱藏是什麼 哇...隱藏服飾越多 連擊越多 最多打16下 那是星暴嗎? 星暴... 徐浦... 諾斯... 打16下耶 王二... 20億喔 多種... 喔...這個蠻常出的啊 多種減傷盾耶 手消越多種 豬子會... 沒辦法造成輸出 這個還好啊 反而是王二的... 王二的敵方... 那個技能... 是最容易解的耶 你知道疊出就行了 所以整個... 看下來大概就中間比較難 然後整體的... 實體血量大概要撐到4萬以上 會比較保險 然後最好是可以帶一個... 炸板或還原版面 然後第三個要帶的就是... 解高康盾 最後... 最保險就是再多帶一個解鎖的角色卡 這樣... 就應該可以過了 哇...這個真的是有點難 大概就這個...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今天... 等一下就要推出的輪迴 超難的...